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美日二加二会谈的后续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所说 美日在二加二会谈之后就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 但是在共同声明里面没有提及到的一件事 就是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原来在会谈上提出了 一旦台海出现突发事态时 自卫队要探讨能够为前往支援台湾的美军提供什么协助 至于第二宗消息 就是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所说 美日双方已经同意了 将会在今年较后时间 去到钓鱼台一带进行军事演习 当然美日的这一项军事行动目的就是要明替中国眼眉 在讲下去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共同社那篇报道是怎样说的 共同社从多名的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获知 在美日2加2的回谈当中 美日双方对于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加剧了台湾海峡可能发生不测事态 是表达了共同的关切 而且还确认了在台湾发生突发事态之際 美日将会加紧合作 对于中国迅速增长军备 导致地区军事平衡崩溃的现状 美日防务部门在今次会谈中 都展现出危机意识 两国在会后公布的共同声明当中 没有提及台湾突发事态 只是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 到底在这次会上谈了什么 而没有在共同声明当中提及套 原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到 飞越台湾海峡中线的大陆军机骤增 美日双方一致认为 紧张的局势将会加剧 甚至会导致武力冲突 岸信夫同时也指出 日本和台湾海峡的地理位置较近 和平和稳定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认为今后有必要探讨 日本自卫队能够为前往支援台湾美军提供什么协助 这件事当然在美日过往的会谈上 都是极为罕见的议题 而且这个议题带出来的时候 当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 就是大陆可能真的有机会 要武统台湾 否则在美日二加二会谈上 就断言不会拿出这件事 特意去说 至于日本方面 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台海局势呢? 正如岸信夫自己所说 就是因为台湾海峡的地理位置 太过接近日本 就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 第一,台湾在较早之前 已经被纳入为第一岛链 作为第一岛链的前哨 如果是失陷的时候 将会对于周边的国家 构成了非常严重的直接威胁 因为没有缘冲地带 第二,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台 日本称之为的尖角诸岛 有着领土主权争 如果连台湾都失手的时候 日本很难保住在钓鱼台上的利益 甚至乎难以保住他们声称的主权 第三,就是中国在近期通过的海警法 赋予了海警船向外国船隻开火的权力 日本方面当然是大为震惊 也提高了警觉性 而在过去一个几月里 日本对于大陆的海警法 已经提出了相当多的严重关切 因为在日本眼中 海警法等同于为中国变相增加了另一支海军 也是增强了中国海军的军事实力 岸信夫在美日二加二会谈上提到 一旦台湾出现突发事态 日本自卫队将要对于前往台湾进行支援的美军提供协助 其实也就是美日将会共同协防台湾 至于这次的议题 究竟是由哪个首先提出的呢? 根据共同协的报道所说 将台湾突发事态作为会谈议题的要求 是由美方提出的 但是美方未有在会谈上 给出具体的应对措施 而日本政府内部暗中认定了 如果对于台湾突发事态放任不管 将会发展成为对日本直接武力攻击的重要影响事态 所以他们探讨 能不能发出保护美军艦船和飞机的武器防护命令 所以美国为着美日协防台湾开了绿灯 所以日本方面才开始提出相关建议 而当美方开了绿灯以后 日本也在这方面开始变得积极起来 日本防务大臣牧木敏聪就说到 日本是有必要展示出超越以往的存在感 他就认为 日本是不应该等美方提出要求 而是应该积极地分担职责 这个姿态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 其实日本一直以来 对于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 都已经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现在既然美方开了绿灯的时候 他们日后的取态只会更加积极和主动 当然具体还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会不会在向美军提供协助之余 日本还会采取更多的主动措施呢? 我们就需要拭目以待 在美日协防台湾的消息传出之际 《日经》新闻就报道 原来美日两国已经开始展开磋商 最快在今年年底 就会在钓鱼台海域一带 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到其时 海上陆上和航空的自卫队都会参与 而美方也会出动海军陆战队和空军 这项即将举行的美日联合军演 明显是要替中国眼眉 和冲着中国的海警法而来 因为海警法当中提到 当中国的权利在海上 受到外国组织和个人的不发侵害 或者面临着不发侵害的紧急危险的时候 中国的海警机构有权使用武器 好了 现在美日将要在钓鱼台海域一带进行军演 到底是否构成了 中国海警法所列举的情况呢? 如果是的话 到底中国会采取什么回应呢? 会否真的像海警法当中所说的 来执行呢? 那真是耐人尋味了 至于美国也明显 要将军事行动 从南海延伸到钓鱼台海域一带 而这件事本身 亦是有利于争取日本更进一步向美国靠拢 日本首相菅义伟 在出席横衰鹤军港的防卫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 就说到 30年前的时候 苏联的解体就彻底改变了安全的环境 30年之后 日本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 他还说到 在复杂的安全环境当中 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保护自己的和平和安全 盟友的合作不可或缺 他本人已经预定下个月要访问美国 决心加强和拜登的个人信任关系 致力于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 所以 深化美日之间的合作这个大方向 并没有因为美国政府缓介而有所影响 至于中国会不会真的武统台湾 当然大家会看到 中国的决心越来越大 因为在处理完香港问题之后 大家都估计下一步会解决台湾问题 但是随之而来的阻力也是越来越大的 因为国际社会也看得到 大陆的决心在增强当中 所以 到底会不会武统台湾呢 之前我们一直都说的 就是说大陆其实就要好看 究竟美国的取态是怎样的 因为之前大陆 都已经是长时间试探着美国的底线 如果美国作为第三方 当他不参与台湾海峡的冲突的话 当然大陆就会放心很多 但是 如果美军是会参与协防的时候 大陆一定会显得投鼠忌器 是有所顾忌的 因为不看争面也看罚面 大陆可能对着台湾的国军 是会存在着一定的军事优势 都不出奇 但是当有第三方走去支援的时候 那个情况又不是这么说的了 而且现在不单止说是美国可能会协防 连日本都想插起脚 所以对于大陆的阻力 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如果中国是排除不了 有第三方参与台湾海峡的冲突 他就肯定不会贸贸然地 发动什么武统台湾的 因为就会恐慌一件事就是 会不会这一场所谓地区性局部战争 到最后演变成全面战争呢? 这一件事 相信是大陆不愿意见到的 好了这一字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